台北市長蔣萬安和建設業者施議員 在地離帳及各界貴賓們 共同為忠孝懷申公辦都更案開工祈福 求工程順利如期如值 在過去這邊這個基地 原本裡面有一個室友的土地 我們當時規劃做停車場 但是使用效率並不高 所以我們後來幾天考量 決定提升整體的開發效益 所以在這個地點 我想是台北市精華跟穩精華 這個地點大家知道 臨近我們東區商圈 旁邊忠孝復興監運站 又有百貨營利非常多的店家 整體的商圈 甚至再往外延伸 這個從東區商圈 東話南部那邊統領 一路再過去當然就 國務卿的展示是大巨大 我想未來這一個地點 連接相關的商圈廊帶 整體發展起來 我相信會是台北市非常重要的一個指標 我想從一開始我們決定要來進行公辦都更 也整合很多非常困難的 當時要自辦都更非常不容易的基地 所以當我們一旦劃定了整個都更的地區 藥財工經會審查會 最後發給建築執照 到今天終於能夠正式的動工 我想經歷了許多困難的挑戰 包括剛剛宋總長特別提到 也經過包括疫情現在原物量上漲 聽說這個案子就漲了50%了 非常非常的不容易跟辛苦 所以未來我們可以預見 在這邊我們規劃樓上27層樓 往下5層樓 當時從107年開始到今天動工 我們預計116年可以完工 而且我們整體的規劃概念 我們是TOD 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 就是以這種大眾運輸或車站為核心做的一個發展 所以未來我們一樓會有很多的商店 二樓有連接檢驗站 還有綠色通道 當然在樓上我們也有事務所 有住家 所以是一個compact city 緊密城市的概念 我們希望的是這邊除了提供居住 娛樂休閒公共服務 結合大眾運輸 我想希望這邊成為一個都會區 大家非常便利 生活機能非常好的一個地方 所以這一路走來我要非常謝謝 我們的市府團隊 大家盡心盡力 也謝謝我們地方 我們在地的立場 社會立場的提亮 而且立場也協助溝通協調 也要謝謝立主們的配合 當然也謝謝我們富邦建設 非常的不容易 一路走過來 我想今天看到能夠動 我們都非常非常的高興 台北市 我想這會是一個指標的公辦都更案 同時我們整個台北市面對的是 許多老舊的建築物 30年以上的建築物 占整體建築超過了70% 所以這是我們新市府團隊面對 或且要解決的問題 所以我們一上任 不只是被動都更五件 透過法規的衝綁 能夠降低 加速審查的速度 我們對公辦都更案 也沒有提出七五九九的交易等等 其實我們的目標就是希望 能夠讓台北市全面的三星 同時也必須考量 市民朋友居住的安全 因為現在我們 沒有辦法承受一場大的地震 一旦有六點二規模的地震 台北市預警 會有四千多種的建築黨 這是我們不可承受之重的 所以我可以預見 也可以想像未來 我們中校淮生 公辦都更完成之後 屆時這邊會非常的堂擁興盛 給市民朋友一個非常便利的生活環境 此案建築設計 規劃取得綠建築鑽石級 智慧建築銀集及耐震標章 建築立面垂直綠化 將玻璃圍幕結合綠色皮層 兼顧節能與視野 且也落實公辦都更的公益性 在二樓新增捷運出入口 連通捷運中校復興站體 並在一樓規劃店面與廣場 延續中校東路商權氛圍 我們在規劃設計階段 其實我們已經引到了 中華建築金石獎 然後我們在設計規劃的時候 我們也申請了 綠建築鑽石級 是最高等級 還有智慧建築 還有耐震標章 在拆除房子的部分 也是值得一提的 因為我們重視環境 我們希望能夠做到循環經濟 因此我們房子拆除的時候 我們是特別加以分類 用各種方式回收 因此我們這種房子已經拆完的 回收率是99.6% 因此我們也獲得了美國認證 UL2799 這個廢棄物林田來的最高等級 國畢級 都更後由公有地主 分回一般事務及住宅 私有地主及出資者 則分回住宅與商店 將創造於百億元不動產價值 預計116年完工 期望更新後 改善地方整體環境 加速周邊更新改建 記者問郡台北報導